請把這樣的一個彎腰 就當作劇場的謝幕吧 整天條件衣演完了 希望你還喜歡 對我來講其實還有一點點遺憾 因為舞台劇最適合的觀賞方式 還是在劇場 而且這已經是一、二十年前的錄影了 當時的器材大概沒有現在這麼好 所以有些畫面可能比較不清晰 而且透過網路看 可能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點失真 或是聲音走掉的感覺 但台灣人有一句話說 心意假催堤 其實把人間條件衣衣 或人間條件系列奉獻給大家 是我們一點點回饋的心意 希望大家都還喜歡 對我來講 人間條件衣衣真的是 人生裡面非常意外的一件事 我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舞台劇 只是十幾二十年前 看到大家做劇場做得非常辛苦 我常常跟他們開玩笑講說 你們為什麼不想辦法把觀眾做大呢 如果觀眾很多的話 做起來會不會不要那麼辛苦 結果就被罵了 他們就說我們都希望做大 但你可以嗎 我心裡面想 我心裡面想 即便那時候已經四五十歲 但是都還記得四歲的時候 阿公背著我去酒糞看心跳 也就是舞台劇的時候那種印象 至今依然清晰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們講說 也許我們可以想一個故事吧 讓他通俗 而且以後有利 我那時候剛好自己在想一個故事 是準備要拍電視劇的 就是有一個台灣的里長 他有一個精神有點失常的太太 還有一個天天被罵來罵去的女兒 有一天阿嬤的靈魂附身在這個女兒的身上 回到人間了 然後很多事情就可以在這個地方發生 那是一個聚集的構想 我那時候就把這個故事講給他們聽 他們就說你要不要先寫出來 於是我就寫了劇本 寫了劇本之後 他們就跟我講說劇本都已經寫出來了 你乾脆就去打好了 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我不會 因為舞台劇我都不懂 他們就講說 沒關係你不會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跳出來 其實講真的 舞台劇剛開演的時候 那種興奮 不如說在排練過程中的興奮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演員展現的那種 內在的爆發的潛力 比如說像小玲 我們都沒辦法想像說 她的臉或是她的樣子 可以從十七歲演到七十歲 我們沒有想到 我們所熟悉的李永峰 她可以原型的 就直接從生活的本身 搬到舞台上面去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收穫最大的 是我自己 陳書契演過很多次 甚至